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网友喊话杨阳,再不进组这就是你的归宿。 网友们花式喊话催杨阳进组,网传最新的综艺节目《花与少年》正在筹备中,称如果杨阳再不进组,这花与少年估计就是她的归宿。 早时期《花与少年》中的杨阳少年气十足,元气又可爱,帅气又迷人,简直俘获了一堆少女心。 谁不为六年前的《花与少年》中的杨阳心动,那个橘色少年惊艳了多少人? 为什么网友会说不尽祖旧的去《花与少年》?原因就是杨阳在这个综艺留下的后遗症还是蛮大的。 据粉丝说在参加此综艺的五年内都没有再参加综艺。 两次真人秀。 一次是中毒留下了科技,一次是迷路了没人来找,独自在异国他乡找路回去。 有网友评论说《花与少年》的剧组能不能带上杨阳,网友们想看了。 杨阳的粉丝们以杨阳的口气说没惹你们任何人泄妖。 挽绝了哈,甚至也出了杨阳连夜选剧本的话题。 你们还想看吗?